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因素 参与了经济头痛的发作 或者加重了经济头痛的症状 比方说情绪方面 紧张 焦虑 还有呢 体力方面 疲乏 劳累 还有呢 睡眠方面 睡眠不足 睡眠缺失 第四呢 是运动 缺乏运动 这些不良的因素呢 都可以加重经济头痛 或者诱发经济头痛 除此之外呢 饮食也是一个方面 辛香 刺激 重口味的饮食 也容易诱发经济头痛 那么所以呢 中上所述 经济头痛就和这五种因素呢 是有关系的 五种到六种因素是有关系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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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quiseres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